好 我們今天的這個主題 又是一個新的單人啊 我們要教這個對抗生成網路 今天先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的網路就是 反正一定是我們所有課裡面最難的啦 就是今天跟那個 下一次上課是下下週 好不好 我們下下週三再上課這樣子 那下一週停課這樣子 那那個 這個網路喔 我們來看一下他到底想做什麼事情 這個網路喔 他的目標是希望產生一個函數 這個預測函數的目標是 把數值然後變成文字 把數值變成不是文字啦 圖像這樣子 好 那不見得是要圖像啦 那文字什麼之類的都可以 好 那他重點是什麼咧 重點是我們要建立的這個predict function 那他可以連接他的這個 他生成這個圖像 他能夠去連接這個 這個亂數到圖像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亂數也不是真的 完全隨機的亂數啦 我們當然期待說 覺得說頭髮顏色的意思 然後第二個數字隱含著這個 覺得說 臉部的這個表情 第三個部 數字隱含著這個 膚色 好類似這樣子 然後我要把這個 我要把這個就是 呃 這個從亂數到這個 圖像的 這個 就是 就是他的連結 把他建立起來 好那 如果你現在要 產生這樣的一個 data 的話我們可不可以先想一下 我們要怎麼做 這個函數我們要怎麼做 雲辰很久沒有叫你講話 你要不要講講看 就在我們開始上課之前 我們先討論一下 這個事情要怎麼做 先找到 多個特徵 先找到說 喔就是 覺得說我 頭我 影 覺得我臉 這件事情 假設我 先定義好了 十二個特徵 然後十二個特徵 把他annotate 對不對 好那這樣子 會遇到什麼問題 這樣很明顯 我們會遇到的問題 第一點 特徵絕對 不可能 完整的記錄 對不對 誰知道表情要 表情有幾種 對不對 你就 我們只能夠 歸個大類 對不對 這個嘴角上揚的程度 這個大家都笑啊 可是有些人笑 就特別猥瑣對不對 猥瑣的笑 跟這個開心的笑 對不對 他 往下分 分不完嘛 對不對 所以說啊 這個 如果我想要產生一張 隨機的人臉 或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 我用結構化的標籤 去產生這個圖 這個 結構化的標籤 永遠收集不完 對不對 好那 那我 我剛剛不是講了 我們的目標是 真的是亂數嘛 對不對 那我可不可以真的 就是 每一張圖就隨機 配一個亂數給他 然後 就訓練這個 從亂數到這個 圖的這個 關聯性 我可不可以這個樣子 好答案當然是不行啦 可是我們現在思考的是 為什麼不行好不好 我們來問一些人好了 來 這個 聰明的映竹 聰明的映竹為什麼不行 如果 我現在 我現在想要建立的這個 預測函數是 從這個 是從亂數到這個圖片喔 好不好 好 從亂數 到 Image 這樣可以吧 好那 我Image我很多張嘛 人臉我一定可以找到很多張對不對 假如說 這個是 i1 這個是 i2 那我當然不知道 他配到的亂數是什麼啦 對不對 我現在不知道嘛 對不對 那我可不可以隨機 真的給他 真的給他幾個數字 假如說 我就給他 1.2 3.1 然後這一張圖 我就給他 負0.7 2.3 類似這樣子 然後每一張圖都隨機 配幾個亂數給他 然後我就去 訓練這ai 去 這個 去這個就是 產生這個 從這個亂數到這個 Image之間的關係 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 我應該是講答案是不行的啦 好啦 那為什麼不行 你想得出來嗎 想不出來 完全沒有idea 海倫 不要眼睛 瞪大大的 你想講什麼話 不知道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沒有什麼想法 為什麼不行 想不到 所以你們真的會這樣試嗎 可是我們這節課上課之前 應該要先讓大家真的 幹幹這件事情 看有沒有辦法做到 一定是不行的啊 好不好 他不行的原因是這個樣子 我們現在不要把圖 想成人臉好不好 我們把它想成數字 好不好 那 我們把它想成數字 那 我們 大家覺得 這樣子的一個linkage 假設可以成真的話 假設可以成真 這樣過來 假設可以成真的話 哦 那這樣 這樣回去是不是要有一些特性 舉例來說 我們之前是不是 曾經畫過 曾經 透過 壓縮 就是 autoencoder 就是 自編碼器 把這個 數字 圓圖 把它壓縮成一段 一小段向量 對不對 並且我們發現什麼事勒 原來說一都在附近 一都在這裡 這個是數字一 那 零呢 零可能都在這裡 對吧 我們發現了這件事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 向量啊 這個 雖然看起來很像亂數對不對 可是它跟這個圖之間的關係 呃 它絕對 這個 相似的圖 它還是要有相似的向量 這個這樣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可以 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嗎 相似的圖 它還是要有相似的向量 那 假如說 當然我的手寫數字 假如說 我寫4好了 我現在寫下來這個4 跟我現在寫下來這個4 這兩個是不是長得非常非常像 可是它們兩個就是長得不一樣嘛 對不對 有些微的差距 所以我們期望 它在上面的某一個點 它就是旁邊的某一個點 那它們這兩個數字啊 對應到它 它們 我們要建立這樣的一個反向函數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所以 我們這個向量 跟它 原始 這兩個一定要有某一種關係 一定繼續 必須存在某一種關係 不可以真的是存隨機亂數 如果真的是存隨機亂數 這個4 就會被隨機的派到某一點嘛 它可能被派到這個點 這樣可以吧 那下面這個4呢 它可能被派到這個點 那這樣子的話 AI學的時候 一定會覺得 非常非常困難 為什麼 因為明明這兩張圖都長得很像 結果它在這裡居然長得不一樣 那有很多 在這裡長得一樣的 可能是一個3一個7 類似這種感覺 這樣可以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啊 這個向量 必須跟它有一定程度的關係喔 否則的話 這樣的一個函數是不可能建立出來的 這樣可以吧 好那 現在問題是 那我要怎麼產生 那如果我要確保這兩者有一樣的關係 那我要怎麼產生這一個 我要怎麼產生這一個數字 ㄟ 我們就剛剛 我們上次是不是用AutoEncoder做 對不對 AutoEncoder是不是一個非常好可以連接 就是 向量 跟這個 跟圖的這個 跟圖的這一個 就是 就是 模型 那我們首先 先建立 Image Image 到Vector 然後再把Vector到Image把它建立出來 然後 這兩個做這個 一致性的這個損失的訓練嘛 對不對 好那這個部分就是一個 這個部分就是一個我們現在講的 從 段數到這個圖像的 過程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之前做的嘛 對不對 那讀問題這樣有什麼問題 這樣從這裡到這裡有什麼問題 還記住我們上一次 上課的時候 那個數字 產生出來的就很漂亮嗎 我們可不可以看一下 我們上一次上課的時候就是用這個嘛 對不對 在之前 你覺得他這樣看起來 有很像收寫的數字嗎 不是很像對不對 有輪廓但是不是很像 為什麼 為什麼 原因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原因是因為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建立一個 空間裡面 假如說在一個 就是任意 Vector 任意Vector 這現在是一個Vector的Space 這個相當空間裡面 這個相當空間裡面 我要建立他對另外一個圖 之間的轉換 轉換函數 那他 必然只是在某一個區域內有效 某一個區域內有效喔 這件事非常重要喔 我現在 我現在隨機舉個例子 隨便舉個例子好了 假設 我們現在 現在是X跟Y 然後是X跟Y的點是這樣子的 好類似這樣子 那我當然知道就是 如果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現在手上的工具已經是 神機網路嘛 非線性函數 對吧 所以我們絕對有能力擬合 任意X跟Y的關係 任意X跟Y的關係 那他擬合起來會長成什麼樣子 絕對說他可能會講這樣 類似這樣子 這樣的函數 那這個函數啊 這個函數很有可能是真的喔 就是如果你真的好多點的話 你會發現他真的就點在這個 這個點附近 這樣可以吧 ㄟ可是 這個函數他有效 他是不是有個有效範圍 這個有效範圍就在 資料的範圍內 他是有效範圍 他如果超過的話 這個非常有可能是 莫名其妙的 東西對吧 所以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我們的 神經網路 他是一個擬合任意函數的函數 對吧 他擬合的範圍 只有在資料有效範圍內 好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ㄟ這件事非常的重要喔 如果我們知道這件事之後 我們就知道 如果我們 從V到I 就是Vector到Image 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印射函數 去連接他們的關係 但是我們就知道這個印射函數的限制 這個印射函數的限制是 我一定要在有限的資料空間內 才做得到這件事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們現在回頭看這個網路訓練出來的這個 從這裡到這裡 他有沒有被限制 限量的空間 我可以有辦法限制 但是他有沒有可能 舉例來說我限制他 必須 舉例來說 就是 舉例來說就是二維好了 我可以限制他 y x 必須 小於等於1 大於等於負1 y也必須 小於等於1 大於等於負1 然後他就只有 他就只在這個空間內 我可以限制他對吧 我可以限制他這樣可以嗎 可是 我限制他只要在這邊加損失函數就可以了嘛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我就算給他這個限制他就在這張紙裡面 他有沒有可能這個樣子啊 所有點都集中在這裡 他有沒有可能不用完這個向量空間 不使用完 有可能嘛 對吧 他是不是有可能不使用完向量空間 非常有可能 這樣可以嗎 好他如果不使用完向量空間的話 我現在隨機的丟給他 這裡的點 他就會產生剛剛那個數字 就會產生你現在電腦上面看到這個數字 因為他是失效的 他在這個 他並沒有把這個向量空間可以填滿 雖然我知道他的限制在這個空間內 但他並沒有把它填滿 所以他 我隨便丟個點 他就會失效 所以我們現在的目標是什麼呢 我希望啊 產生從 vector 到image 之間的映射函數 並且這個vector 他的空間 必須要均勻的 我必須要均勻的使用 然後整個我指定的空間內 他都有可行 對吧 這樣知道了嗎 我們多了一個條件哦 我們現在要產生 亂 用 vector 到這個 image的這個映射函數的話 除了 我們必須建立 他們之間的映射函數之外 我們還要保證一件事情 這個映射函數 在某一個空間內都有效 這件事情 Auto Encoder沒有辦法保證 這是Auto Encoder 他沒有辦法非常好的 做這個圖像生成的這個 最重要的關鍵 這個數學上的關鍵哦 那我們現在 必須產生這樣的一個映射函數 在某一個 空間裡面都有效 這樣可以吧 好 這樣已經知道我們今天的目標了嗎 好 我們今天的目標 講了半天哦 重點 關鍵只有一個啦 就是我們剛剛用了非常多數學上的語言 關鍵就是 我現在要產生一個 圖像生成函數 從亂數開始 他必須要穩定 不能夠我隨便給他一個亂數 他就爆了 像我現在 像我現在用第10課的這個 字編碼器訓練出來的那個生成器 是不是就是 隨便給他一組數字他就爆了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現在要怎麼做勒 好 做這個方法 呃 這個 我們只能說就是 就是前人啊 這個 前人的想法真的就是非常有趣啊 好 我現在啊 沒有辦法 因為我的這個 image 我現在顯然不可以從 image到vector 再到image 這是資編碼器結構 對吧 而且 這樣子有一個缺點 就是我沒有辦法指定我的 下降空間 對吧 所以說他的idea是這樣來的 我現在就從v開始 我現在就從v開始 那我如果從v開始的話 那個亂數是我決定的嘛 亂數是我指定的哦 所以我是可以指定他的空間 假如說我指定他的 亂數就是由-0.1到-0.1之間 然後隨機產生32個數字 這樣在這個範圍內至少都是有效的 這樣可以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我已經指定 這是我指定的啊 我可以先指定啊 所以我指定 然後他產生那張圖 真的是那張圖啊 對不對 並不是在data裡面 為什麼 因為我並沒有辦法建立這個vector 跟data之間的相對應關係嘛 對不對 所以說啊 這邊這個亂數產生出來的圖啊 鐵定 我現在不知道他應該長成什麼樣子 我只知道他是一個 他可能是一個手寫數字 或是一個人臉 這樣可以嗎 那接著 他的idea就是說啊 他產生這個東西之後 我並沒有辦法訓練啊 因為我沒有label嘛 對不對 所以他很巧妙的 產生一個 這一個 大家看一下這張圖喔 這一個generator 就是我剛剛講的 從這個 vector到image 他的這個 映射函數 這樣可以嗎 那他現在這個東西 是沒有辦法提供給我 這個 label的 所以 既然沒有label 就不會有損失函數 對吧 沒有損失函數 就沒有梯度 那這個東西是無法訓練的 所以說我現在啊 他把真實的影像 真實的影像 跟這個假的影像 這個是我 generator產生出來的假的影像嘛 他把這兩個影像啊 一起拿給一個叫discriminator的 一起去做 沒有判別 他的判別目標只有一個 哪一個是真的 哪一個是假的 那如果說啊 這個產生出來的圖 是亂數 亂數產生的 他產生出來的圖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絕對就是雜訊 看起來就像雜訊 那隨便給一個雜訊 跟一張真實的手寫數字 或者是人臉 你覺得這個discriminator 他要分辨出來 哪一張是真的 哪一張假的 是不是很容易 好 非常的容易哦 因為人做得到嘛 對不對 現在的AI就是 人只要做得到 AI就做得到 對吧 那這個是不是有label 因為我知道 哪些是真的圖 哪些是假的圖 對吧 所以說這個discriminator 他是非常容易訓練的 他可以去區分真圖跟假圖 那既然他可以區分 真圖跟假圖 他是不是可以告訴 這個網路說 哦 那我要怎麼修正 才可以騙過我 你要怎麼修正 才能騙過我 所以這個T度就可以往回傳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就是對抗生成網路 同時有一個generator的 這個network generator network 我們把它 他就是一個predict function 我們把它叫generator 另外discriminator 他也是個predict function 他們的input分別是什麼呢 來 discriminator的input是image 出來的output是告訴我 他是真圖還假圖 generator的input是noise 是乱數 是一串向量 而他的output呢 是一個image 那我們把這兩個網路一起合起來用 他就可以做出這個 這個時候我的generator可能就可以訓練得很好 好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網路要怎麼訓練 好 這邊有個小問題喔 剛剛我講了半天 我不知道大家吸收了多少 我們就只要問一個問題就好了 這個網路絕對不可能合在一起one stage訓練 知道為什麼嗎 他沒有辦法one stage訓練喔 他的關鍵在哪裡可以告訴我嗎 聰明的影子 看得出來嗎 為什麼他不能one stage訓練 對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網路 這個網路啊 我可不可以 這兩個都是input嘛 然後我中間這個 看起來像output 可是他其實可以包在一起嘛 我可不可以同時給這個加這個 然後一起訓練 然後再把T度回傳回來 一次更新這兩個網路 不然我們問羅里森好了 羅里森你覺得可以嗎 很難決定 用看的覺得可以 因為他重點是 你要傳一個反的nevo 對 給Generation 你看得出來嗎 如果你當看這張圖的話 看起來好像是可以one stage訓練啊 對 但實際上不行 你看得出來為什麼嗎 或是你講得出來嗎 因為我知道他是因為他那個 收斂的目標是不一樣的 好 他講到重點了 來 我們來為什麼呢 來 因為對discriminator來講 他的label是什麼 這是1 這是0 這個是real image 這個是fake image 對吧 對於discriminator來講 對於discriminator來講 這是1 這是0 所以說他就可以分類 這是正確 這是不正確對不對 可是對於他來講 這是1 為什麼這是1 因為他的目標是想要把fake image 搞成真圖啊 所以對於fake image來講 在我更新discriminator這一塊的時候 出來的label這裡是1 這裡是0 對於我要更新這一塊的時候 這裡是1 這裡我不用看 因為跟他無關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兩個的目標相反 所以說我一定是要分兩個stage訓練的 好你知道 如果你現在知道這件事 我一定要分兩個stage訓練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的那個 我們是不是從第五課開始 就教大家寫這個底層 底層函數 對不對 我們這裡一定要用底層啊 我們不可能用這個 已經預設好的那些函數 對不對 因為預設好的函數都是onestage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哦 好那我們使用的 就使用這個第十課已經用的 training data subtraining data 跟test data 那我們先把training data把它拿起來 好等一下大家先看我怎麼貼的哦 我貼完之後 大家就是 大家就是先一起貼 然後我們一起看一下效果好不好 好 第十五課 好 model的architecture 來看一下 modelarchitecture看一下這個結構是什麼哦 這個 miterator出來的東西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首先第一個 挑出來的是noise 這個noise是 隨機的 常態分佈的隨機數 從 平均式為0 標準差為1 的常態分佈 這樣可以嗎 然後隨機產生 bench size 乘以10個 所以對每一張圖來講 他有10個乱數去決定他要產生哪一張圖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這個 第一個 我們的iterator 輸出的是noise 接下來 他需要輸出真實的image 這是真實的image嘛對不對 他要輸出 0的label 跟1的label 這個0的label 跟1的label 就是重複0n次 然後重複1n次 這樣而已 好 這樣可以嗎 這是我們的iterator要產生的數字 那我們的network的model r的teacher要長什麼樣子 來 generator 從乱數 10個數字開始對吧 這10個數字 先經過 一個反卷機器 然後一路這樣往上 我們來 我們來把這個全部弄完哦 好我們來看mx infoshape delta等於 1 1 10 好 out shapes 好他出來就變 28乘28乘1乘32 這個 最後 注意最後我們經過sigmoid 所以這些數都是0到1 這是不是就是我們的圖像 我們的圖像的這個就是 最後就是我們的圖 這樣可以嗎 1就是白色 0就是黑色嘛 對吧 所以我們的generator就是要設計一個architecture 可以從 11 1032 變成2828 132 中間的過程 重要嗎 中間的過程重要嗎 林子 你覺得不重要 你覺得不重要 你覺得重要 那重要在哪裡 你告訴我 那是 完全接觸 那 就要看一下它的架構 好我先跟大家講啊 中間的過程其實我個人認為是不那麼重要的啦 好不好 我們的重要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我們的課程學到現在 尤其是大概第12課 那個yolo v3那裡 那個 我們應該學到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 如果我們 所使用 我們中間的這個 結構 我們有帶入現代的觀念 假設說會用bench normalization啊 會用recision net啊 之類的 那它中間其實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它其實就是去 映射 input跟output的函數嘛 對不對 它的重點是 可以擬合正義函數 可以擬合正義函數 而你只要遵循一些 你只要讓它T度不會消失 神經網路的架構 就是可以擬合正義函數 所以說中間的重點其實 中間其實並不重要哦 好不好 我個人認為它其實並不重要 重要是我們要去知道 input是什麼 output是什麼 那中間只要我們follow 我們之前學到的那些原則 對不對 那大致上是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你怎麼改那個效果不會差太多 好 這樣可以吧 凱吉二有沒有聽到 換中間沒有什麼用啊 好 那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它的input是10 然後到2828嘛對不對 好 接著呢 我們的discriminator我們來看一下 discriminator就是從image開始 到 從image開始到0或1嘛對不對 最後是0或1 我們同樣的來discriminator來這樣子給它 invership 好 它的input是image 2828 28 132 output shape 111132 為什麼就是0到1 0跟1嘛對不對 這是機率 輸出機率對吧 OK 接著 這個loss function 0跟1的 那個損失函數 把它定義成cross entropy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0字可以嗎 真的可以嗎 你覺得0跟1 跟機率就應該定cross entropy是不是 之前是這樣用 OK好 我們繼續 好 欸 注意一下中間 來 這個網路是不是先變大再變小 就變得越來越寬再變得越來越小 所以我們是不是不能用recedure learning recedure learning要可以加起來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這個網路是沒有辦法加的喔 注意喔 注意一下 我們的網路 包括autoencoder 跟這個 autoencoder跟這個我們現在做的這個 對抗生存網路 他們都是先變小再變大 都不能用recedure learning 都不能建showcut 所以說啊 之前我們學到的那些技術 包括Benjaminization 跟Liquid value 這些技術就顯得非常重要了 因為這樣的網路T度會消失 而且 它會升 因為它是一般網路的兩倍升嘛對不對 但是我們又不能用recedure learning 所以說 我們之前學的那些避免T度消失的方法 在這裡就很重要了喔 好 這樣可以吧 所以說 不是說recedure learning出來 以前的人都垃圾啊 還是有用的 好 好 那我們的model architecture做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opminer 基本上 欸 這邊我們用addon 為什麼勒 因為 剛講的T度容易消失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用addon 好 好 然後 兩個執行器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generator 也有discriminator 所以我們的 我們有兩組參數要更新 所以我們現在有 generator執行器 跟discriminator執行器 這樣可以嗎 它的input size分別是 11132跟2828132 這樣可以吧 好 初始化全中 並把它填入 執行器內 好 注意喔 在我們這裡 我們來用GPU好了 不然我實在是 不太想等 GPU GPU OK 好 根據參數 定義updater 這個 opminer做完之後 就是updater嘛 對不對 好 好 接著 我們把data reset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執行到這裡為止 好 我們generate data 產生一下myvalue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myvalue 這個myvalue裡面 是不是就是我們要的那幾個 image level0 level1 還有這個noise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接著 generator 我們來先把它貼下來再一行看看 generator的做法是 先把generator執行器 把noise丟進去 因為它是noise到圖嘛 對吧 把noise丟進去 接著forward 沒有backward喔 因為沒有梯度 這樣可以吧 先forward 產生 把這個東西 這個generator predict output 這是不是就是假圖 這是假圖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是noise產生的假圖嘛 好 接著 discriminator 假圖當input 假圖當input labeling 這代表我們是什麼意思 這是假的 這是錯的嘛 這對discriminator來講 這是錯的圖對吧 把labeling 跟假圖丟給discriminator 先forward 先forward再backward 所以代表t度有更新喔 好 更新t度 這裡就是更新t度嘛 對吧 這樣可以吧 好 接著 在real image這裡 把真的圖丟給discriminator 跟label1 真的圖跟label1 一起丟給discriminator之後 然後 forward backward的更新t度 這樣沒有問題嘛 對不對 所以discriminator 用這兩步來更新它 對嗎 好 下一個問題是 那我 generator要怎麼更新權重 來看著喔 discriminator用假圖 來注意喔 這個label 弄反了對不對 剛剛generator 的output 對到的label是0 現在generator的output 對到的是1 這是反的 這是反的喔 這是反的 所以說 最後backward產生出來的 gradient 有一個最後一層 image的gradient 這就是圖的gradient 這樣可以嗎 然後再把圖的gradient 跟generator 把它傳回來 傳給generator 傳給generator之後 更新generator的t度 所以知道為什麼要兩階段訓練了嗎 因為這裡 跟這裡長得不一樣 這樣可以嗎 這兩個目標 優化目標不同嘛 一個目標是要 discriminator 可以分辨出來 一個的目標是要 讓discriminator 分辨不出來 目標不同 所以 這個 這個 必須分成兩個階段訓練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初始階段所產生的generator圖像 就是這樣 產生一堆亂數 因為現在generator跟垃圾一樣嘛 對吧 這樣可以吧 所以說這個 產生出來的當然是亂數嘛 對不對 那我們來做一個實驗好不好 就是我們 我們就 我們就把它 我們就把剛剛這一個 注意我怎麼包喔 我剛剛這樣子是不是一個完整的回圈 我這樣是一個完整的回圈嘛 我把它在這裡 好 先設定 neproach等20 我要 做20代 logger 然後啊 注意喔 我把 這裡 好 我的重點 我不要 這邊我不想存model 我的重點是什麼 來 你看著喔 我從下面這裡 myvalue這裡 到最後面 這個是完全一樣的 一點完全沒有改 這樣可以嗎 那我現在的重點就是 我每 100代 我就看一下當前的圖 長成什麼樣子 好不好 我們 我們讓他 開個run 好 一開始的圖就跟垃圾一樣嘛 然後 這個是generator 好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在 他在慢慢變好了 好 變好的速度還蠻快的嘛 對不對 我們隨便訓練個幾代 他的效果是不是就 不比這個 Autoencoder 好了 對吧 是嗎 好 我們現在先暫停一下 我們先讓大家到這一步 好不好 讓大家可以開著跑 好 這是我們20代訓練的結果啊 這個 啊我們結果 你可以看到 這個圖已經非常像 真實的手寫數字了 對吧 這個 還有一點點 不太一樣的地方啦 不過 這個沒有那麼重要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個網路啊 我們把他 我們把他叫 Generator Model好了 就是我們把現在的執行器 產生的這個結果 把他 這個 哎 把他 變成我們的Model 好 我們現在已經有我們兩個的Model了 這兩個Model如果說你這個 就是還沒訓練完 你想要繼續的話 不過 我建議是訓練完啦 好不好 你可以下載這兩個 參數 然後把他拿來 就是讀進來之後 然後拿來用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用我們的Generator 來看一下我們產生出來的值 好了 好 這個是我產生一些Noise Input嘛 這個Noise Input 就真的是Noise啊 你可以看一下就真的是Noise 那這個Noise是R 這個用 常態分布隨機產生出來的值嘛 然後我們用Generator去Predict Predict完之後我們把它畫出來 那你就可以看到 是不是真的蠻像手寫數字的 他只有幾個 歪掉了 對吧 應該訓練久一點 這個問題也解決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從 跟這個之前的比較 結果做比較 這兩張圖 對比非常明顯嘛 對不對 上面這張圖 看起來更像數字 現在這張圖 簡直就是 簡直就是不能用 對吧 所以說我們現在的 這一個訓練方式 他等於算是有一定程度的成功的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再來看 這樣的一個訓練 有什麼特點 好 第一個特點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Lost軌跡 喔 我先把清空 好 你注意到了什麼 他的Lost有沒有收斂 他Lost這樣有沒有收斂 是不是沒有收斂 是不是沒有變小 我們之前訓練 那個神經網路的時候 不是Lost越小越好嗎 對不對 現在Lost有沒有變小 沒有 為什麼 因為Generator跟Discriminator 一直都處於競爭狀態 對不對 Discriminator Lost變小了之後 對Generator來講 他就必須要學得更像 所以說Generator產生的圖 越來越真 越來越像真的 但是問題是 Discriminator 他的這個Lost 對不對 他的Lost 並沒有 並沒有下降 Generator Lost也沒有下降 為什麼 因為兩支神經網路 是同時在進步的 對吧 這樣可以接送 他同時在進步 所以說 我們並沒有辦法 透過觀察Lost的軌跡 來決定什麼時候要停止 那這樣我什麼時候要停止 那我什麼時候要停止 看起來很像會停止 看起來很像會停止 所以用眼睛看 那如果今天你 如果今天你這個 你的這個 就是任務啊 對不對 是產生醫學影像 啊 覺得說產生這個 產生這個 產生這個 產生一張心電圖好了 啊你又看不懂心電圖 你怎麼知道他像不像真的心電圖 蛤 這個有標準 這個有標準 你說標準是什麼 你說這個 這個看起來怎麼會有標準 就算有標準他也沒有達到啊 所以呢 派你去看Paper好不好 好啊 你去看一下Paper 然後 那個可不可以下下禮拜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欸你怎麼那麼 你怎麼這樣子啊 不會太 我給你一些劇透啦 不會太難找啦 好不好 是有一些方法 那我不想再給你更多訊息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你不用 你不用講太多啦 你就是你不用去理解裡面的細節是什麼 好不好 但你至少要找到Paper 然後說一下 人家是用什麼 人家是用什麼指標 那個指標 就算你不會弄出來 無所謂 好不好 但你至少要讓大家知道一下 那 請問一下 這個 對抗生存網路 我要怎麼停止訓練 對什麼時候 我才可以停止 這樣好不好 好這樣可以嗎 這個非常 這個應該不會很難啊 還是你覺得這樣 額外的功課壓力太大了 不會不會 兩個禮拜 應該不用太久的時間啦 好不好 而且 應該講真的 你雖然看不懂英文 應該有非常多簡體中文的資料 好那所以說 我們其實 並沒有辦法 非常 我們絕對 我們絕對是不肯從Loss 上面 來知道說 什麼時候要停止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這是 這個是絕對的 好那 我們來 我們這個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這個 一個好的 這個 Send Generator 它就是一個 Vector 到這個 Image的 這個 印射函數嘛 對不對 這個 它的這個 Vector Space 它 我們希望 它要有 這個 完備性 這個完備性 是什麼意思咧 這完備性是一個 新的TEN喔 這完備性就是 我們希望啊 它現在空間中的每一個點 每一個點 都可以很好的生成 對這個印射函數都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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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要產生這種樣子 像這種樣子 在它的空間中有一些點 就是無效的嘛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去證明 它的完備性呢 我總不可能每個點都試吧 我要怎麼證明它的完備性就是 如果它 在像它的這個 它是有 具有完備性的話 從A點到B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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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機決定兩個點啊 那從A點到B點 它這樣子過去的過程中 它叫無限可分 無限可分 這樣懂吧 那無限可分 對應到處 就應該要有 慢慢緩慢的變化 變過去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是我要證明 我的generator設計好 我要證明我的完備性 我的完備性需要透過這種方式來證明 這樣知道嗎 好那我要怎麼證明呢 我隨機產生一個 亂數 並且 之後的下一個亂數 都是上個亂數 加上0.1 這樣可以嗎 都是上個亂數加上0.1喔 那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好我現在不要setseed 我現在不要setseed 大家看喔 我現在sauce 從8到8 這個不特別 我們再來 2到3 這個有趣嗎 慢慢的變成3喔 他是不是就有完備性 大家看到他怎麼長出來了嗎 從這邊長出來了對不對 然後這個慢慢的消失 從2變到3 再一次 9變8 這個有趣嗎 再一個 6變 這個是什麼啊 這個可能還沒有變成5啊 4變9 6變5 這樣可以嗎 好所以他就有完備性啊 為什麼 他的這個圖啊 從第一張到最後一張啊 中間啊 會慢慢的變化過去 所以這個印色函數 是 是 真的可以無限可分 對他不會說中間有一個地方 就失效了 什麼之類的 這樣可以吧 好還有一個問題 我剛剛產生亂數的時候 是不是從 平均數為0 標準差為1 的常態分布中產生 對吧 所以理論上 我的有效空間 是不是大概就在某個範圍內 就是平均數為0 標準差為1 對吧 所以如果我 從平均數為100 標準差為100 標準差為100 的 函數 的亂數產生 那理論上 我的圖會爆掉 為什麼 因為我本來就不保證 那邊是 那邊是有效空間 對不對 好我們來 故意嘗試一下 好 命等1000 好了好不好 SD等100 來試一下 好 你看到了嗎 這樣有效嗎 看得出來 無效對不對 再一個 你發現了什麼 不管我亂數了幾次 他出來的圖 好像都一樣 為什麼 因為只有在這個空間中 他才有變化性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他超過你的預測範圍之後 他很有可能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數字了 可能是一個 100次式 這個直接就到無限大 這樣知道吧 然後他小於這個空間 他可能就是要負無限大 他在 現在空間也外視無效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會出來他幾乎沒有什麼變動 不對他在講太大的數字 給他的話他出來都是一樣的數 這樣可以嗎 好所以說 我們要了解一件事情 我們這個印射函數 並不是無敵的 因為為什麼不是無敵的 因為我們產生的這個印射函數 是一個擬核函數 不是真實函數 因為我們永遠不知道這個 亂數到圖 它之間的真實函數是什麼 我們的神經網路 這個predict function 是一個擬核函數 它只是能夠擬核正義函數而已 擬核函數的唯一特性就是 它一定在有限範圍內有效而已 這樣知道嗎 好所以說 這是我們的generator 這個 就是我們的對抗生存網路 就是這樣的一個 就是 就是這麼訓練出來的 好我們來做一個練習題 這個練習題 來是怎麼樣呢 我們剛剛的adden 來看一下我們剛剛的adden 在這裡 我們使用adden 我們的學習率是 2乘以10的-44 beta1是0.5 beta20.99 那default的這個 網路應該是 default的這個adden的參數應該是 0.001的學習率 和0.9的beta1 對吧我們在第三課的時候有講過 我可不可以把它修正 你們可以修正一下試試看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改成sgd 好第二個是我剛剛使用的licky value 然後 注意啊我 我在這邊 我為什麼在generator使用value discriminator使用licky value 看起來怪怪的 你們要不要換一下 好我們現在來做個實驗好不好 我們現在來 我們把這邊我們提出的問題 我們每個人都做不一樣的實驗 然後我們最後來比較結果這樣可以嗎 來 第一個 這個 adden改sgd 有沒有人要舉手先做的 我們要徵求兩個人 一個是 adden用原始參數訓練 一個是adden改sgd 來 兩個人舉手好不好 好海倫 欸很好你們先舉手 因為這個東西比較簡單啊 來來來 海倫 影子 好你們兩個各個是什麼 一個是 影子你用sgd 好啦 還有你改adden 好嗎 下一個 reliu跟liquid reliu 來統一使用liquid reliu好不好 liquid reliu比較不會T2消失嘛 都使用reliu我們大概想不到就是T2消失了嘛 對不對 都使用liquid reliu好了 來誰要做 好硬阻非常好 來最後 這個generator我們使用了sigmoid的輸出 所以他介於0到1對不對 我們可不可以不介於0到1 我們使用 那個 就是 正無限大到負無限大 反正我們輸出的時候 再強迫大於1的數字跟小於1的 小於0的數字把它轉成0跟1就好了嘛 對不對 來這個誰要做 把這個限制打開 你可能看著我是想做嗎 好 這就你做了喔好不好 好 來 來羅伊森做這個好不好 這是你剛剛的問題嗎 對 好 你把 不過這個真的有點難寫喔 好不好 不會啦 你就用一半的真圖跟一半的假圖去訓練就好了 可以吧 對 這個 因為最後一個最難嘛 我想大概 你應該改這個不會太久啦 好 我們來給大家做個實驗 這個 每比要15分鐘好不好 我們看大家的狀況好不好 15分鐘之後我們 看一下大家調整超參數之後的結果 好 就這樣 好 那我們實驗做完了 我現在總結一下對不對 好 來第一點 來使用addon優化 然後我們把超參數調整成 default的參數 也就是0.02變成0.01 這樣是調整 調高5 5倍嘛對不對 我只學習率調高5倍 然後 加上慣性動量從0.5調到0.9 它直接就爆掉了對不對 它訓練出來的感覺就是長這樣 對吧 這樣知道了嗎 那這樣子 就是爆了嘛 它完全學不會對吧 它學不會的 差別是什麼 它把 哦 這個是把addon改成default參數 產生的結果 它學不會的感覺是什麼呢 它沒有辦法形成一個筆畫對吧 它都是有非常多0跟1 那至於等一下為什麼 為什麼原因是因為 當我們的冠進動量 射成0.9的時候 它 主要是冠進動量的差別哦 主要不是學習率的差別哦 為什麼呢 因為啊 我們之前 如果要做分類任務的話 它的權重總是往某個方向跑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對於 對抗生產網路來講 它的權重 並不一定 永遠都要往某個方向跑哦 為什麼 因為discriminator 一開始也很爛 它指導的方向常常是錯誤的 所以generator 不可能一直往同個方向跑 這樣就可以優化成功 這樣知道嗎 所以對於冠進動量來講 對於 對抗生產網路來講 它冠進動量絕對不可以調高 絕對不可以調高 後面我們這邊有一篇這個paper 這個paper它就是 專門拿來講說 哦這個 就是 我啊 這個發現 對抗生產網路 需要調一堆的超攤數 而且 必須要在很特定的超攤數之下 才有可能訓練成功 所以這邊有一篇paper 是專門來 告訴大家 指引大家說 超攤數要怎麼設 覺得說它有一些 超攤數的技巧 好不好 第一個是 generator的輸出 最好要有這種 叫做 bounce normalization function 就是 做sigmoid 所以剛剛雲晨 如果你做完之後 你一定是會爆掉的 好不好 第二個是 mini bench 一個mini bench 中只能夠增樣本 或假樣本 這是羅里森剛做的 羅里森剛做的 那個東西 為什麼會錯呢 主要是bench normalization害的 我換incidence 你換incidence 你把它拿掉就成功了 都不要normalization 就成功了 好不好 但是這個 但是這個也是非常難練 好不好 因為你有可能你拿掉 你現在遇到問題是T2消失 這樣子 好所以說一個mini bench 中只能夠有 假樣本或增樣本 這來講在這裡 好在這裡 fake做一次 real做一次 這兩部不能合併 好不好 這個非常特別 我們會覺得 這樣好像怪怪的 不是要學一起學嗎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所以說 這個是非常特別 好 避免使用 係數T2 在 這個generator中 generator可以使用redu discriminator 最好不要使用redu 為什麼 T2會消失 因為這個網路真的太深了 好使用addon訓練模型 這是他建議的超參數 還有一些小技巧喔 舉例來說反轉標籤跟噪音標籤 反轉標籤是什麼意思咧 我們剛剛是0跟1嘛對不對 我們剛剛 對於fake這裡 我們是用0 1 1 我們可以把它改成001 為什麼反轉標籤會有用齁 我不知道 你問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反轉標籤會有用啊 我覺得反轉標籤 因為數學上完全是等價的啊 但是實驗結果出來就是真的有效 而且我真的 而且真的是不管怎麼做都有效喔 然後我真的是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喔 好不好反轉標籤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好第二個是使用噪音標籤 也就是啊 我們 我們剛剛在做的時候 我們的 我們這裡輸出的 全部都是0 全部都是1 我們可以把它改成 隨機從0到0.1 隨機0到0.1 Bench size10個 跟隨機0.9到1 Bench size10個 這樣子的話 給他一些Noise 給他一些Noise Discriminator 就是訓練的沒有那麼絕對 他就 學習就不會那麼絕對好嘛 對不對 好或不好嘛 他的效果也會提升 這樣知道嗎 就給他一些Noise 他會增加效果 他會增加他的訓練Performance 好 所以說啊 我們在這裡 這邊的答案大概都有啦 也就是後面的Paper 其實大概 呃 所就是 他所講的就是大概這些 你會發現啊 這邊我們講的任何一個 全部都是往後來的方向 沒有往好的方向的嘛 這樣懂得懂得懂嗎 所以這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一件什麼事情 這個 我們雖然啊 在這節課以前 我們都不是很推薦大家 去調整超參數 對不對 但是啊 這個 對抗生成網路 似乎是真的非常需要 超參數的調整啊 你訓練不出來 不代表真的訓練不出來喔 非常有可能是超參數錯了 這樣懂的意思嗎 好那 呃 那這樣是不是暗示了一件什麼事情 這個在recision net出來前 是不是在做神經網路的training 我們也是一天到晚在調整超參數 對吧 所以現在 在對抗生成網路這個field裡面 其實就跟 因為T2消失問題之類的原因 還沒有被解決 現在的狀態 就跟2015年以前的 深度學習非常像 不斷在調整超參數 要訓練出一個model 就是要調得非常好 訓練失敗大部分是超參數錯了 這樣知道嗎 然後我們要訓練成功 就是要想辦法調出一個超參數 對吧 那我今天上課給的範例 那就是我調了半天調出來的 那你 他只要 他只要有一點點 跑掉 就爆了 對不對 我就會 我就會懷疑說 是不是我程式寫錯了 完全沒有寫錯 挑戰數調錯而已 這樣知道嗎 好 所以說對抗生成網路不好訓練喔 這個是我們要學到今天的重點 他不但理論複雜 連訓練都很困難 好接下來 我們剛剛有這個discriminator 對不對 那個discriminator 是不是從圖到 從圖到這個outcome 他是不是非常適合拿來做轉移特徵學習 欸這個非常適合喔 好不好 欸那這個 呃 他不但適合拿來做轉移特徵學習 他還適合拿來做一件事情喔 他的主要工作是拿來做真樣本跟假樣本的區分對不對 所以欸我們在做深度學習的時候 我這邊舉個例子啊 假設我們現在要訓練一個 專門搜 X光片的這個 就是要做胸部X光片的這個判讀的這個神經網路 我們一定會非常擔心 使用者故意拿一張 貓啊狗啊照片 Siguri給他判讀 或者是 隨便丟一張 這個 腹部X光片給他判讀 欸可是我 胸部X光片以外的這個 以外的這個圖片 他太多啦 我不可能收集完啊 我總不可能訓練 欸這是胸部X光片 這不是對不對 總類太多了嘛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利用對抗深層網路 產生一個discriminator 他就判讀 這是不是胸部X光片 他如果是的話 那他就會判讀這是真樣本 對吧 他如果不是 他如果隨便丟給Ivan 複部X光片 或者是貓啊狗 他就會覺得喔這不是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discriminator還可以拿來做這件事喔 他不是 他其實並不是完全沒有用喔 他還有可以辨別是否為 Noise 就是你的輸入是否合法 他可以拿來做這件事情喔 好不好 好 那這個我們還可以拿來做轉移特徵學習 那拿來做轉移特徵學習 就是我們剛剛訓練完那個model 我們現在 把它的 我們把這個 我們再產生一個 具有label的 這個小樣本 這個是 這個是會有label的 這個subtrend data 這個就是我們上次 上課的時候拿來做 那個第10課 上課的時候拿來 只有500個 手寫數字的這個 就是dataset 好為了讓實驗必須有可比性 我們用同樣的結構進行 好 Aden 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訓練的是 多分類任務 所以我們現在的參數 就是default參數囉 我們現在不再是那個 我們不再是那個 就是使用這個 就是 特殊的這個超參數組合 好我們這邊使用GPU 這個訓練非常快 訓練完之後 我們把測試資料拿過來 訓練模型準確 看一下模型準確度 這邊大家不需要重複啦 就是只要 你只要知道我在做什麼 就可以了 我現在先訓練一個model 對不對 這個model 我們就是 在test 我們就用subtraining data來做 然後在test data上 看一下它的準確度 欸怎麼那麼久啊 好準確度是93%喔 Accurus是93%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使用轉移特徵學習之後 使用轉移特徵學習 就是先填參數嘛 這樣看一下先填參數 填完參數之後 後面就一樣了嘛 後面就是 我就把這個 我就把這個 我就在訓練一個model 2 好先填參數 然後再用model 2做預測 然後再用model 2做預測 好我們先看一下lost軌跡 之前的lost大概要到 呃 我們可以看這裡 它大概到了第39代左右的時候 它的lost還降到0.005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現在這裡 它降到0.005 是不是非常的快 它第18代的時候就已經降到0.005了 所以它訓練速度快了兩倍以上 對吧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先學會一些東西了嘛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model performance 好它的model performance是差不多的 或者有時候可能會有略微提升啊 這樣子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我們的這個轉移特徵學習 因為它訓練速度比較快 顯然 顯然它是有轉移 它是真的有用的 這樣可以嗎 如果我們資料再小一點 再更小一點 你大概那個轉移特徵學習的效果就會更明顯 這樣知道嗎 好 所以說這樣知道嗎 這個discriminator也是可以拿來做這個 轉移特徵學習喔 而且discriminator拿來做轉移特徵學習 相較於autoencoder有什麼好處 來我們來講一個好處出來 那個 名字 有什麼好處 對 它比較難練怎麼會是好處咧 來映竹有沒有什麼好處 用autoencoder做轉移特徵學習的時候 上一節課有教到什麼問題 第十課的時候有教到什麼問題 大家要懂融會貫通啊 不能夠說現在第十五課 第十課的東西都忘記啦 蛤不知道 好羅衛森你要講一下嗎 好autoencoder有個最大問題啊 autoencoder的重點是什麼 要壓縮再解壓縮對不對 是他可以直接用各種的傳說 然後autoencoder好像 我記得不能直接 要傳說它 都可以啦好不好 好 好 autoencoder的重點是什麼 現在這個是七八四個參數對吧 然後 我壓成 N個 相量微度 對嗎 接著再把它長成 七八四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我們之前做實驗的時候 你發現了什麼事咧 你可能忘記了 就會這個N要小於七八四 這個N我們上次把它壓成多少 32 對吧 如果我們把這個數字 點過來然後再把它拿下來 這樣就解決了 這樣可以嗎 那為了 那如果我們要2000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給它加一些什麼 呃 加一些什麼限制 就要給它額外的Lost去限制它 之類的 不好調 超出不好調 對吧 所以說 用autoencoder 訓練轉移特徵學習的東西 這裡 所以 勢必是個小網路 為什麼 因為它一定是由大變小 這樣可以吧 好 那如果是dispremember了咧 欸 這就不一樣了 來 一開始是從10 或者是 多少 變成784 對吧 那784 要變成 1的過程 中間是不是可以先放大 再變小 比方說 我們中間先變成 5000 再變成1 這都ok 這無所謂 這樣知道嗎 所以說 用discriminator 來做轉移特徵學習 有一個天然的優勢 這個網路可以大 不見得要是一個小網路 而autoencoder做呢 它被迫是要小網路 有時候我們就是喜歡大網路 對不對 所以用autoencoder做轉移特徵學習 比較沒有那麼好用 用discriminator來做比較好用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說這是使用 這個discriminator做轉移特徵學習的好處喔 好不好 欸這個 轉移特徵學習是提升performance 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 是不是已經學會了非常多方法 用autoencoder 用這個discriminator 對不對 我們還有好多這個 好多其他 調整model performance的方法 這樣知道吧 以後大家如果被問說什麼 如何調整 如果提升你的model performance 這個 不要只加資料庫好不好 你們現在要做期末的那個 對不對 解決方法不要是加資料庫好不好 可以嗎 我們來試著用一些方法 這些我學到的技巧來提升它的performance 好那我們現在 這個 轉移特徵學習的部分 不需要特別做啦 好不好 我們只要知道實驗結果就好了 啊 這個coding回去自己看就好了 好我們現在做 現在要學的一個新的重點是 我們現在要學個新的 這個 我喜歡把一個 第二代的對抗生存網路 第一代對抗生存網路 給它亂數產生 產生這個圖像 對吧 那我可不可以指定它是1還2還3還4還5還6還7 不行 對吧 那我要做 我要怎麼做 我要做的話 那我是不是可以先訓練一個 我們用數字1 用數字1 來當這個real sample 然後我們產生我們的 image 這個是g noise 透過g 產生image 然後再把這個e這個數字 丟給這個discriminator去做 然後產生這個幾率 這樣可以吧 那我這樣做一個 那我手寫數字總共有10個 我就產生10個generator 那分別產生不同的數字 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可以嘛 對不對 但是 這是因為數字只有10個啊 如果 如果我的條件有很多欸 假如說 人臉特徵 有頭髮顏色 有眼睛大小 有表情 有年齡 巴拉巴拉的 對不對 欸 呃 有非常多有趣的 就是 你們可以產生這個 人臉的話 這個就是 產生這個不同年齡的這個 就是 人臉的話 這個年齡它可以是無限細切的啊 對不對 我總不能夠55歲做一個 56歲做一個 那如果我要指定55.5歲 這樣怎麼辦 這樣懂我意思吧 有可以 它可以無限細切嘛 所以說 那當然也許 真的 AI做出來55.5歲跟 56歲可能差不了多少 好不好 可能幾乎沒有差 但是 我們現在是知道的一件事啊 我們希望我們的 noise到 image的過程 我們希望可以加上一些condition 這樣知道嗎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input 除了有noise還有condition 這樣可以 這樣懂我意思吧 有noise加condition喔 這邊現在出現一個問題 那有condition跟noise要怎麼加啊 摸一下喔 我們剛剛講而已 要加condition 可是我們不知道 condition要怎麼加 對不對 這個 這個確實是很難啊 欸你們現在來發揮一下創意 condition要怎麼加啊 我們現在就首先數字就好啦 好 好我們現在顯然要輸入了向量1 好這個可能是1嘛 這2 這3 這4 這5 好我們就只要這5個數字好了 我們如果要coding 我們一定是用1hinecoding 當input嘛對不對 我們就是我們的input1 那我們另外還有產生一堆noise嘛 對不對 0.1 -0.2 0.3 0.4 -0.5 好 這兩個東西要怎麼合併 一起丟給網路啊 當一鋪的 大家想這樣 相承 這兩個怎麼承 我承完就這樣 所以 這樣承 相加 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用coding嗎 我們先想一下 如果我直接用concade 就是把它串連起來 這樣有什麼問題 如果 就直接串連啊 0.0.1 然後下面是亂數 下面是亂數 這樣可以吧 這樣子的話 訓練成另外很多什麼問題 好 看不出問題 我現在幫大家看不出問題 好 來 我們先做個對比啊 我們先把標準的模式做出來好不好 然後我們來做一個對比 我們來比較一下 大概有什麼問題 標準的模式是 類似是 用相乘的概念 把它換成這個樣子 如果是1的話 我這邊變成 1 2 3 4 好 Default都填0 如果是1的話 我就把這個亂數填到這裡 類似這樣子 這樣可以吧 然後如果是2的話 我就填這裡 然後剩下都0 那這一個是 這一個是 就是 就是 串連啊 這兩個方法有什麼 這兩個方法 在做 神經保護運算的時候 有什麼 最終的差別 差別在於 對於這個數字來講 對於這個數字來講 它實際上可能出現在5個地方 如果以手寫數字來講 就是10個地方 對不對 這10個地方的權重 是可以不一樣 這權重可以不一樣喔 不一樣有什麼好處 也許這個數字 第一個 第一個Value 對於 手寫數字D來講 它可能是 描述 左上角的某個東西 對於手寫數字0來講 這個是描述 數字的下面 的某個東西 這樣可以接受 可是 對於這樣的一個input來講 那 這個數字 它的權重 無論對哪個數字 都是一樣的 它少了自由度 那 可是問題是 它出來又一定要0個1 所以它是幾乎完全由上在這個決定 下面這個東西給它都很少 為什麼 因為不可能 我不可能同一個特徵 在描述 不同的東西 都是一樣的 東西嘛 這樣懂意思嗎 那今天手寫的數字 0到10 還算相近的東西 如果 今天的condition 一個是產生 胸部的光片 一個是產生貓 這個差別就大了 這個怎麼可能共用權重呢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 通過這樣的方式 它好處 通過懲罰的好處 這樣有點算懲罰 對不對 它好處是權重可以不一致 這樣知道嗎 這個非常重要 權重可以不一致這個事情非常重要 好 我們現在知道權重可以不一致之後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我們的input 就是要改成剛剛那個格式嘛 對不對 我們來看要怎麼做 這個叫conditional的這個 對抗生存網路 條件對抗生存網路 好 那我們 首先先定義generator 你會發現 這個generator 它改變的地方非常少 它只有說要把這兩個 把它合在一起 結果我居然不是用標準格式做 我這邊簡直開玩笑 我來看一下 講了半天 我居然不是用成的 我居然是用串連的 28 我居然是用串連的 你居然是用串連的 你居然是用串連的 那裡 在哪裡 好 沒關係算了 我先貼下來吧 我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我等一下看那個 Iterator的那個 形狀就可以了 好我現在把這 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看Iterator的 樣子就可以了 好這是generator 對不對 現在generator的contact是什麼 我現在還搞不太清楚他的形狀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好Discriminator 喔對Discrim 喔我剛剛講 Discriminator的地方才是這個重點 Discriminator的地方 因為他同時要condition加上這個 加上這 喔 Generator的地方差別很 我剛剛講錯地方啦 我剛剛其實想講的是Discriminator 對於Discriminator來講 他這個 對於這個 不過這個方法在Generator應該也是比較標準的這個input 不然的話他生成貓跟狗 他會完全就是 他會完全就是 他顯然不可能共用權重 這樣知道嗎 但是Discriminator來講他差別更大喔 這Discriminator來講這個 他今天 我輸入一張圖 我現在Discriminator是 我不是給他一張領 他判別試或不是就可以了 是數字或不是數字 他要知道這是不是0還不是0 如果 我現在當前是產生0 結果我產生一張1 他不需要判斷這不是真的 對不對 他不是真的所以他必須要把 這個 0這個圖 假如說我們本來輸出的圖是28 乘28乘1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現在U乘28 28 10 這樣子的話我們可以把0放在第一張圖 然後1放在第二張圖 3放在第三 2放在第三張圖 以此類推下去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真實的圖跟這個 然後做一個比較 然後他其實就要放在不同channel 對不對 這樣Discriminator 在判斷的時候他就不會弄錯了 因為這絕對就是不同channel的東西 這樣知道吧 我們用這種方式給他condition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Discriminator Discriminator這也是重點 那個 那個Generator的部分差別還不會那麼大 主要是因為我們今天的任務啦 他0到9 本身 是非常相近的 如果是貓跟 胸部X光那差別 那基本上Generator也要弄成那個樣子 他有辦法做 Discriminator我們把他做完之後 接著再來定義Loss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好我們全部貼貼 這個東西差別非常非常小 就是跟之前比較起來差別非常小 只是 多給了condition 我們來看這個這裡 重點是我們要產生 Rio的 這個Digital跟 Rio的這個 就是 這個Image 然後我們要產生這個 就是 這個是 他現在是哪一個數字 這樣知道嗎 我們的condition要有 這個 現在是哪個數字 假的數字是什麼 真的數字是什麼 這樣懂我意思嗎 假的數字我現在可能想產生9啊 現在可能想要產生 這個 產生這個1啊 或什麼的 這假的數字跟真的數字 然後還有這個 LabelFake跟LabelReal 就是我們剛剛的這個0跟1的這個 0或者 0或者1的這個 就是 0或者1 然後注意喔我在這裡有用到剛剛的那個 For 那個Discriminator的那個 Label 我希望他是0到0.1之間 然後 真的Label是 假Label是0.9到1 這裡我做了一個反轉標籤 就是把這個 真的樣本 變成0 假的樣本變成1 為什麼 這樣子會有用 我不知道 好不好 這個Paper做實驗做出來 就真的有用 好然後我把這個 對於 Discriminator來講 他在訓練的時候 我給他一些 標籤的Noise 但對Generator來講 我不給他標籤的Noise 他沒有用到標籤的Noise 這邊很重要喔 這邊有很多細節要學習喔 好所以我有 這個 Label Fact LabelReal 還有LabelGenerator的Label 我分別產生給他 好Discriminator 我們繼續 好初始化權重更新 這個就沒有什麼問題嘛 好把我們的這個 Updater把它做出來 好訓練的過程完全一樣 但是最大的不同在於就是我們現在有Noise 又有這個 Condition Condition就是我們現在是哪一個數字嗎 這樣可以嗎 所以然後我們的這個 我們把它全部貼上來再來看好了 好我們現在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來看一下就是 這裡的重點 Generator的部分把Noise跟 現在是哪一個數字把它吃進去 這樣可以嗎 這是當前的數字喔 而且是我現在隨機產生的數字 然後接著我在做Discriminator的時候 我是把當前的 數字就是這個假的數字 跟 當前的這個 這個 LabelFact就是那個 0. 那個 就是 0.9到1之間 的一堆就是那個標籤 這樣可以吧 我把當前的數字 跟當前的圖 然後把它放進去 然後給Discriminator做 然後還有Real的部分 我把當前的Image 跟這個 真實的數字 數字擠 然後還有這個LabelReal 把它一起放進來做Condition的這個判斷 還有Backward回來的時候 當前的數字 那個假的數字 跟這個 就是 Generator的這個圖 然後把它跟那個Label一起做這個 呃 就是反向傳播 然後我把這些 把它 我標準Model 好那我就可以做訓練了 好那我 隨機產生的這個圖 我都是固定產生這個 我是固定產生1到9嗎 我還是隨機產生圖 我等一下來看一下 喔對我沒有換GPU 對我沒有換GPU 好我先放了給他訓練然後大家可以先就是先做一下 好我們先看一下等一下訓練完之後我們要做的事啊 這個訓練完之後啊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這個樣子就是我們練習提示 我們使用conditional gain 然後來做這個就是指定數字的生成動物 剛剛我們的這個input是noise嘛對不對 Noise當input然後output是這個一個這個就是 就是一張圖片 那這樣子我們把noise當做data做input 這樣就沒有問題這個 用一般的predict function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我們是用conditional gain的話 我們的input有兩個嘛 一個是指定的數字 一個是 你看一下我們的這個generator這裡 一個是我們指定的數字 那一個是我們的隨機數對吧 所以說他顯然是需要至少兩個以上的輸入啊 那這個predict function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嘛 對不對 所以啊 請你做一個predict function 這個mypredict function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function是怎麼做的 可以把這個就是指定的數字做出來好不好 那我們這裡大概給大概 20分鐘的時間就是包括訓練完 然後跟使用這個model做predict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可以直接做出指定數字的這個 指定數字的這個就是輸出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你這個訓練就是比較慢的話你可以下載這兩個 那個 喂怎麼了 好那我們那個就是 我們剛剛講到哪裡啊 就是下載這個寫 function嘛 對不對 好就是如果你訓練還沒訓練完的話 我們20分鐘的時間就是先 我們就下載這個model然後我們寫這個function啦 就是你要 指定0到9然後我們就可以做 這樣可以吧 好那這個function 可以參考一下後面啦 就是如果真的寫不出來就參考後面 重點是我們要很清楚我們generator的這個形狀 這樣知道吧 那我們才可以可能做出來 好那我們來試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這個conditional game 這個他是 他的這個語法 怎麼了 螢幕喔 好這個是訓練完的結果啊 這個 這個蠻爛的我覺得 爛的跟屎一樣 好沒關係啦 這個爛這個沒有關係 我這個訓練好的應該是 是比較完整的這樣子啦 那我們可以把他 漏的進來 欸我這個是generator嘛對不對 好 好這個generator應該是會練的比較好啦然後我們這裡買predictor這裡 呃數字1到9重點就是我們要寫這個 就我們要寫這個執行器在裡面嘛 對不對 底層 因為我們要先把這個他的 input有兩個 一個是data一個是digital嘛對不對 數字跟這個 data都要放進去 那放進去了以後 這個 呃 他才可以 合併了以後他才可以把這個 就是結果這樣算出來 所以這個 mypredict這個函數這是客製化的這個函數喔 好我們來做一個預測 好我們多幾次好了多幾次可以看一下0到9 他畫出來的有模有樣嘛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這個應該比我剛剛訓練出來那個好一點 好不好這個因為這個 這個我放在這邊給人家下載的應該是訓練比較久的 好不過不過大概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呃 有時候可以這個就是這個圖就是並不是 大概看得出來不過並不是非常好嘛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有一個 我們現在有一個idea喔這個idea就是這樣子啦 欸既然我們現在可以隨機生成新的數字對吧 那 我們現在可不可以 用假資料增加樣本 然後讓模型準確度提升勒 有沒有可能有沒有可能做這件事情啊 有沒有覺得 我們發表一下意見好了啦有沒有可能來 林智你覺得有可能嗎 有 好 為什麼我覺得可以 因為我們講資料有的資料 因為我們講資料有的資料 哎呀講得太好了 來陳一組 我們先討論一下 在我們做實驗之前我們先討論一下 就是 覺得 我們覺得就是 我們現在這個idea就是這樣嘛 非常非常簡單 非常廉價 對呀 就我現在啊 我現在零到九啊對不對 現在零有五百張嘛對不對 現在零是不是有五百張 五十張嘛 一有五十張 那現在這個 好我們現在就講這兩個數字好了啦 零五十張 一五十張 那現在我們 現在我們這個 我們要做這個 就是 圖像分類嘛 對吧 這個零 零貨一嘛 我們就圖像分類零貨一 那我們現在拿這五十張 全力 跟假設我們把五十 我們先產生一個 我們先產生一個這個 generator 這個generator啊 generator可以產生無限章嘛 對不對 產生無限章0 跟無限章1 那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的話 我們再位給這個 東西的話 那你們覺得 他的performance 會不會提升啊 我這樣問好像暗示了不會提升啊 我這樣問好像暗示不會提升啊 對不對 你們覺得會不會提升 我們陳醫師我們討論一下好不好 覺得會不會提升 那如果會提升 或不會提升問題是出在哪裡 我們現在當然我們現在可以做個實驗啦好不好 不不不不我們現在先做實驗好了 好不好 我們先做實驗 我這樣問好像就暗示他不會提升啊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做實驗好了啊 好注意喔 我們現在的這個 Data 是 用這個就是完整的training data喔 好這個完整的training data 然後我們直接使用 原始的這個 Discriminator來做這個 來做這個 來做這個 注意喔這個最後是Softmax喔 Softmax輸出 這樣可以吧 這是我 10個 10個類別嘛對不對 然後定義 Operminor 好 利用 我們已經 證實就是 用Discriminator的這個 訓練好了這個權重 然後來這個 來這個 就是我們 證實就是 剛剛我們是用 Discriminator來做這個 Transfer Learning嘛對不對 那我們已經發現就是 這樣做Transfer Learning 這Performance 確實是會提升的 對吧 這樣可以吧 然後我們就是用真實資料來做嘛對不對 好那如果說我們要 使用這個 測試資料集來做這個 預測的話我們可以直接 直接把Model 1改成我們想要的 那這樣就可以直接做預測了嘛 好我們如果直接用Discriminator的這個結構 然後來做這個 預測的話 理論上他的Performance 可以達到這個 98.5%的這個 準確度 My predict function 2 My iterator function 2 我要重做 在哪裡啊 在這 不對啊 這是我剛剛的 那我的 我的 function 2在哪裡啊 好在這 喔這個 呃 好我們這次使用的是完整的training data來做訓練喔 欸 找不到這個loss 怎麼麻煩啊 好我們這個讓他訓練20代 我們這邊等一下不用練習啦 就是直接看結果這樣子 訓練20代之後模型準確錄大概是98.6% 那我們同時使用假資料的話 我們需要再 我們需要重新定義我們的iterator嘛 也就是我們隨機產生一些亂數 然後這個mypredict是不是可以隨機產生數字 這個可以接受嗎 mypredict可以隨機產生一些數字嘛 對吧 然後 這個 myiterator3 這個可以 我們每一次在訓練的時候 有一半的機率他會使用真實的 有一半的機率是使用 假數字 一半的機率使用真數字 對吧 這是我們的這個myiterator3 喔怎麼訓練這麼久 我有開到GPU嗎 應該有啦應該有 不太可能沒有用到GPU吧 有啊有啊有用GPU 好啦沒關係就是他可能就是訓練就是比較久一點沒有關係啦 這個無所謂 後面的過程就完全一樣了 好後面的過程一樣我們要先把discriminate 那個拿來做轉移特徵學習嘛對不對 那這個 理論上這個 如果我們用假資料的話 這個大家覺得準確度會提升來下降 我們先看結果 等一下我們再來做 結果是下降 結果是準確度下降 也就是我們使用假數字 來進行分類 那結果 結果下降了 好啦那下降可能是 下降可能 我們資料沒有變少 理論上不應該下降 好不好 下降你可以說是我們那個Generator 這個Performance就是 可能產生出來的數字太像假的 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來想一下 就是顯然 我們最後的結果是沒有用 對不對 那我們來想一下為什麼會沒有用 這個 這個想法實在是 這個50 欸變成無限 為什麼會沒有用呢 各位來想一下問題 欸林姿 你要不要回答一下 為什麼會沒有用 為什麼會沒有用 你覺得 所以他畢竟是幫你輸閃生的 幫你輸閃生的 有沒有人覺得 那你覺得如果他會有用的話 那是什麼 你剛剛不是說他會有用嗎 對啊 我覺得 多少應該會有用 多少會有用 那 有用的原因是什麼 你說因為 Sample變多了 現在Sample是無限嘛 是吧 那就是一方面他 他加了Sample 然後一方面他如果 就是從 要做到一方面的過程中 那 是 就是夠長的話 應該會有用 反正就是 我們現在的 應該是無限嘛 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無限 那這個 我 無限的樣本 聽起來好像 聽起來好像有點 太嚇人了對不對 這個 怎麼感覺好像 Performance鐵定會提升對不對 聽主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無限 你怎麼感覺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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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 你說這個圖 不是特別有意義 感覺不是特別有意義 雖然他是無限 像 無限的話 就是有可能會 偷入 就是資料太多 我第一次聽到資料太多 會有問題 OverFilling不是資料太多 會出問題喔 比較像是資料少的時候 會出問題 OverFilling不是一個資料多的時候 會產生的問題 我們先不要討論這個 樣本是假的啦 好不好 就是資料太多的話 會出現 資料太多 通常比較不會出現 OverFilling的喔 假才會 少才會出現問題喔 為什麼勒 因為我 來 OverFilling的合約 合約 那個 我們這個問題剛好 來 我決定了 我決定了 這個 這個問題我覺得是 這個 非常容易檢視 就是一個 來 海倫 回答他的問題 資料少比較容易出現 OverFitting還是資料多比較容易出現 少嘛對不對 為什麼 你的回答讓我沒有辦法接啊 好不好 這 OverFitting的真實定義 真實定義是什麼 OverFitting是怎麼產生的啊 我們可不可以想一下 民主我們有什麼想法 什麼是OverFitting 這個資料它比較少 就是它比較有特別的特性 因為它比較難把推起到比較大的方法 喔 沒關係 可不可以選一個 數學上一點的語言 這個 讓我們理解一下 什麼叫OverFitting 在驗證組的時候 它的功能上 我們在這些的時候 會下降 你一說在 實際 在Training的時候 Performance不錯 做驗證組的時候會下降很多 Test的時候會下降很多 這叫OverFitting 這是OverFitting的一個特徵 那它實際上是什麼原因呢 好 實際上的原因是這樣子 來 大家 可以這麼想一件事情 就是我今天喔 我今天如果說 我要預測 這個點 跟這個點之間的關係 它實際上有哪些方程式可以拿來預測 然後我接著我要先講一下 我現在要預測這兩個點之間的關係 欸 我現在要預測S跟Y的關係 它怎麼沒有紅幣 我紅幣死到哪裡去了 在我桌上 好 然後這是我新的點 我要預測這一個點 欸 不不不 這個不是點 我要預測 新的X 跟Y的關係的時候 然後我們來想一下 這個 這樣子的話 我可以建立出什麼樣的方程式 我們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建一個線性模型 對不對 對不對 線性模型 然後我就會預測它點在這裡嘛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 如果我今天 認為 因為我們的神經網路是一個非線性模型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我們神經網路非線性模型 這個可以接受 如果你可以接受 後來就知道 呃 這樣怎麼可以 可以嗎 這也是一個非線性模型嘛 這樣怎麼可以 這樣也可以嘛 這樣怎麼可以 這樣也可以嘛 對不對 都滿足這兩個點 對嗎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我問一下 那這樣子的話 對於新的X來講 他的預測就 變化就非常非常大囉 而且 這兩個點都完全滿足training data 這樣可以嗎 這兩個點都完全滿足training data哦 但是 TEST的時候我就不知道效果怎麼樣了 對不對 那我們把這個東西叫做overfitting overfitting的原因就是我 完全的擬合了training data 這個因為這個training data很有可能是長這樣子的 就他這邊還有一個點 這邊還有一個點 偶爾在這裡有個點好了 所以他就選擇了 他就選擇了這條Y7有8線 如果我們用線鏡預測的話 他就會選這條線嘛 然後預測這個點對吧 那如果非線鏡預測呢 他如果要完美滿足的話 他是不是可以選這種線 是可以解解嗎 因為他 完美 他可以完美擬合嘛對不對 可是這樣TEST的時候就會出問題 對吧 這個過度擬合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我啊 我希望啊 就是 他training的東西啊 如果說我要讓他百分之百準 這絕對是做得到的 為什麼 因為我training的 我的model的parameter 我的代解參數比我的樣本數還要多 我代解參數比我的樣本數還要多的時候 我一定是可以找到 一組解 把所有的data都預測百分之百準 那我們以前是怎麼去限制他過度擬合的 我們以前是怎麼限制他過度擬合 就是給他加上一些條件啊 舉例來說我去規定這個 我們不是有做什麼L2正則化啊 還有什麼data augmentation啊 那些東西如果在幹什麼呢 其實就是在給這個東西增加 L2正則化是規定他 我再上課 我上課之後 他沒有 我上課之後 好了 好我們L2正則化他就是給他一些條件嘛 就是我希望他的係數不要太奇怪 你可以想像這種莫名其妙的話 那個係數絕對是長得非常奇怪嘛對不對 我希望他的係數是介於 比如說不要離零太遠之類的啊 所以說他出來的 就會比較接近線性 這樣可以嗎 好那這個 呃 所以說 啊那個data augmentation呢 data augmentation就是我希望給他增加隨機的擾動 那如果我有機會隨機擾動 他就比較容易出現就是 這個就是正常的圖 正常就是 線比較接近線性的線這樣 那比較不容易 就是比較不容易出現這種overfitting的狀況 overfitting的狀況就是 就是主要就在講這個啦 就在講這個 欸為什麼剛剛會講overfitting啊 我忘記了 因為剛剛說那個資料集 無限多 喔剛剛說資料集無限多 喔剛剛資料集無限多的時候 有人說 會 會overfitting 會overfitting 所以overfitting主要出現的問題是資料小的時候嘛 因為資料小的時候 我才有可能 我才有可能畫出這個 就是 我才有可能畫出這個 完美擬合的這個 曲線 如果資料非常非常多的時候 我一定不可能完美擬合嘛 這樣都有意思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想一下 我現在資料變得無限多了 為什麼 為什麼我performance的反應不會向生呢 對不對 我們可以看一下 欸 現在在這邊找不到testX喔 好啦 我懶得 我懶得把它跑完了好不好 因為就是這個testX大概在前面 好 為什麼資料到 我們用這種方式產生 他沒有辦法這個 提升他的performance 主要原因是這樣子的 你看 如果今天 我有一個真實 就是我今天啊 在這個原始的這個限量空間中 好 這個是正樣本 這個是副樣本 好 這個是正樣本 這是副樣本 然後啊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就是 呃 就是這可能是初始的亂數啦 就是這是初始的亂數 那我們今天 假設把它換圖的話 這個正樣本 這是一個高階的這個 就是類似Support Phantom Machine啊之類的 他就是把這個 他如果要做這個 就是 生成這個圖像的話 對不對 那這個圖像這兩個 他可能會 他在更高 他在高階再打回來的時候 我們當然是希望他可以 長相一長相零嘛 對不對 那他 長相一 這個是我們 人 人 人 就是 人認為的這個一的範圍 這是我們 人認為0的範圍 好那最後 我們人認為1跟0的範圍啊對不對 這個最後 我們是不是要拿來做這個 做分類 就是這一坨 呃 我們來看好了 我們最後這個分類器就是說 哦 在這個 在這 他可能就會 弄一個分割邊界 說這裡就是1 這裡就是0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哦 這個generator 後面的discremator 他在高階的特徵中 他就會這樣看 對吧 好來 那這裡到這裡 這裡到這裡 的時候 我 產生的時候 他是不是用那個 呃 cycle game來 就是他用那個 不是cycle game 那個 他是不是跟真實樣本做比較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他這個東西 這個函數怎麼產生的 就是這個generator怎麼產生的呢 這個generator產生的方式是 跟一個真實的樣本做比較 而真實的樣本 真實的樣本 他一定是在向量空間中的某一個地方 舉來說在這裡 假設這是真實的樣本 我們就只有5個點 這是真實的樣本 那這個 另外 pastive的樣本就是這5個點 那這個 generator在產生圖的時候 generator在產生圖的時候 他如果產生一個新的點在這裡 discremator是不是很容易就把他認為 哦 這是假樣本 因為他看得出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這是假樣本 他在這裡 他就認為是假樣本 所以 他 怎麼樣子 discremator才會分不出來 這是假樣本 他在這裡 那他就分不出來嘛 為什麼 因為 他們兩個真的長得太像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我真的圖跟 真的圖跟這個 我生成的圖 他長實在是太像 他很有可能只是某個地方的像素差了一點 然後所以 discremator會分不出來 他覺得 哦這個 這個跟真圖 我只有 我沒有辦法評估這個是真的還假的 這樣知道嗎 所以說 generator在 久了以後 就是 generator訓練久了以後 他很完美的時候 他其實生成的樣本 都在原始樣本的周圍 哦 這樣discremator discremator 能夠去 辨認的也就是說 哦 他到底是 這樣子他才認不出來嘛 如果說今天 有一個新的樣本 他丟在這裡 這個discremator很容易就認出來啦 對不對 所以說 其實generator 產生那個圖啊 產生的圖 其實是 跟真實樣本不會差別太大 你懂我意思嗎 不然我們今天講個極端一點的例子好了 如果今天我們這個 就是 我們就只有一個1 跟一個0 就只有一張1跟一張0啊 那我們產生出來1 我們產生出來 假如我們現在 譜裡面就只有一張1跟一張0 這個1就長這樣 啊這個0就長這樣 0我故意畫扁扁的 0就故意講這樣 那我新產生的 這個 這個 新產生的這個 圖 如果是長成這樣子 這樣子 discremator generator如果產生一個這樣的0 discremator有沒有辦法分辨 這個不是0 因為discremator是拿一個真樣本 跟一個假樣本去做嘛 對不對 discremator看了真樣本 他學久了就知道0 就應該長這個樣子啊 可以接受嗎 那如果 給他一張這樣的圖 他是不是discremator很容易就分辨出來了 所以generator會不會畫出這種0 雖然我知道他是0 但是generator不會畫出這種0喔 為什麼 因為discremator一定看到這種0就會打槍他 他說你一定要長成類似這樣 這才叫0 所以說啊 他產生出來的0會 一定會這樣子 或者是 反正就是不能夠太急 這樣知道嗎 所以generator產生出來的0 跟真實的0其實是不會差太遠 這樣discremator才認不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否則discremator很容易就認出來 所以說 在高階特徵裡面 離原來的東西太遠 都不會被產生出來 這樣大概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真實的樣本 當真實的樣本裡面沒有這種 就是這種比較瘦高型的0的時候 都只有這種 寬扁的0的時候 這個瘦高型的0 他是絕對不會被generator產生出來的 但實際上他是0 這樣大概懂我意思了嗎 那只有 人去產生的那個data 我們多收樣本 我們才有可能收到這種 把這種瘦高型的0也收到 才可以增加我們樣本的space 那樣本space可能就在這裡 這邊還有幾個就是寬 那個瘦高型的0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你只是 額外去產生新的data 那跟這個 隨機的在這個就是 假如說 我們給一筆這個 假如要用身高 爸爸媽媽的身高去預測我的身高 跟隨機把爸爸的身高 就是正負2公分 母親的身高也正負2公分 然後產生 產生一大堆新的data 雖然看起來像是無限 也沒有任何意義 因為都是正負2公分的範圍嘛 但是那個正負2公分在圖裡面 我們不好量化 但是他被discriminator給限制住了 因為他不能夠離這個 他如果離這個 離這個原來的這個太遠的話 他就會被discriminator認出來嘛 對不對 所以他不能離本來的圖太遠 所以其實 我們的 generator產生的圖 雖然看起來是無限 實際上也只是在原來的樣本周圍一點點 周圍一點點而已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絕對不是變成無限之後就有無限多張圖 原來的樣本空間 原來的這個樣本數目還是很重要 這樣知道嗎 所以說 用generator 增加額外的樣本 這個是絕對不會增加performance 幾乎不會啦 只有在很少數的狀況下 Maybe 是超參數啊什麼的 就是 增加一些亂數 有時候會增加performance 但增加performance 主要是避免overfitting產生的 這個 這個產生的這個效果 並不是真的 並不是真的這個 就是 他真的 因為樣本增加而去提升了 這樣這樣 因為他高階空間中 是完全就是 完全就是 就是 不會離那個 就是真實的東西太遠 否則會被discriminator認出來嘛 所以這個generator 他對於產生假樣本來 來這個 產生假樣本來這個 就是增進performance 這種事 在絕對是不肯做得到的 這樣知道嗎 好 那我們來這個 我們來 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今天這個 我們來講一下 就是這個 Lecuin 這個 Lecuin這個人 是要幹嘛的 我們來問 我們來抽考好了 好不好 海倫 這人是誰啊 這人是誰 蛤 對的來講就是一串英文字 沒有什麼印象 蛤 沒有印象 那你認不認識 Jeffrey Hinton 蛤 你說什麼 聽不懂 我 你講話太小聲了 我沒有聽到 你不要 你趕快講啊 你認不認識Hinton啊 然後我看他誰 喔 然後我看那個女命的女朋友 他誰了 怎麼了 他是誰 蛤 什麼羊 什麼羊 什麼東西啊 他在講什麼啦 楊麗坤 楊麗坤 這好像是法國人 我當然知道他在法國人 你不用幫我重複這一點好不好 我只 這個你講一下 好啦好啦好啦 算了算了算了 記不起來這些人的名字 這樣子有點糟糕耶 來 隔壁的 你知不知道 你認識這個名字 但是你想 但是我有點忘記他感覺 那Jeffrey Hinton你記得嗎 Facebook J- 我沒有記錯了 陳主 記不記得他 Jeffrey Hinton是誰 你知道嗎 這個不記得 Jeffrey Hinton是誰 這個名字 我們至少出現了四五次啊 這個是他學生喔 哇靠 我發現一件事情啊 大家對人民的印象這個非常的低啊 這個以後 以後是不是 以後我們在學東西的時候 怎麼都不記得這些人耶 對不對 這問題 我以前也覺得這問題不重要 對不對 記不起來這些人就算了對不對 我後來發現 記不記得起來這些人 其實真的不重要 我還是覺得不重要 可是他的名字 如果 如果你看他的名字 沒有看到說 就是多 因為一天到晚看到他啊 看到他你不用特別記 你就可以記住他在幹了哪些事情喔 那我覺得這就是個大問題 就是書念不夠多這樣 我沒有覺得記住這些人的名字是重要的喔 我覺得你沒有 看書看到這些人的名字 不小心被你記住 這是重要的 這樣知道嗎 這個人 這個人 好啦好啦 那 那個 那個 海倫 你這個人認不出來 我覺得非常難過好不好 我們可不可以 讓你去蘭嶼的時候多一些功課 就是下一次那個 5月27號我們會下一次上課好不好 要上課的時候 你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人是誰 可以嗎 可以嗎 我想你大家 我想這個 就是有一些重點啦 我現在不告訴你說 我覺得我期望看到哪些啦 好不好 你跟大家介紹一下他嘛 對不對 他做過什麼事嗎 對啊 你可以 你可以參考一下 我覺得應該可以找到很多啦 好不好 可以喔 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們現在講反正總之他就是很有名嘛 對不對 至少這個名字我們是看過的嘛 還是其實你們沒有印象 海倫你是不是沒有印象 那不然我是要問你 這第幾課出現他 是超難的 是超難的 第幾課出現他 比這個人還難找 好啦好啦 你們對 CMNA CMNA的課 所以是第六課 對啊第六課出現他 好啦算了算了算了 你那個好好做個報告嘛 好不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誰 好不好 不要 你趕快好好做一做喔 不要害大家喔 好不然我們到時候那個 人民小傳記 就是每個人都要做一份喔 每個人都要做一份喔 對不對 有一些重要的人 我們要記得嘛 這樣 這樣的話那個 重點不是 記得他這個人 重點是他做過的事情很多啊 我們這個 那些事情我們其實都應該知道啊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下一節 我們今天反正 我們就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學到今天就是 我們學到對抗生存網路嘛 然後對抗生存網路 我們注意到一點 很難訓練 對不對 你們現在上課 複直帖上都覺得很容易訓練出來 但是 你 你就會發現 以前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是那個超參數 隨便調下 大概還是訓練得出來 至少你們沒有幹過 你們 你們之前的經驗就是 我們把SGD跟ADEN 這兩個我們還看不出來 他到底 差在哪裡嘛 對不對 今天你就 明顯的看到他的差別了吧 對不對 SGD就是練不好耶 對不對 怎麼會這麼神奇 好 真的第一點超參數 超級難調 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對抗生存網路的這個 一個重點 第二個是什麼 這個 我們發現今天的這個 就是 程式寫的非常複雜 對不對 底層不好寫 所以對抗生存網路很難 就是這個 真的是 拜託大家好好學習 好不好 不過就是 這是 近期啊 我覺得就是最屌突破 我們下節課會給大家看一個最屌突破 直接 我們可以下節課 拜託下節課 上課前 就是先去把所有程式碼 複式貼上一次 確定自己 確定自己是整個可以run 應該不用花太久的時間啦 重點就是你要把路徑那些設置好 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那個 我們上次上課的時候 就是那個第十二課 物件識別 我們不是說這個 這個應該是我們說上課裡面 至少當時我們遇到最難的一課 對不對 然後那個時候 路徑就覺得說這個 也許下一課會比那一課更難 是非常有可能 我個人認為絕對是更難 從理論上絕對是更難 好不好 那個第十二課只是程式難寫的 但是 下一課是 你就會驚嘆他們怎麼想得出這些東西咧 好不好 下一節課先預期 那我們下一節課是二十七號上 這樣可以嗎 因為有一些事情 就是有一些 有的青年沒有辦法出席 所以我們就改到二十七號上課 那那個 那個作業我們就教 那個 作業大家都做得差不多了嗎 你們做得差不多了嗎 完全沒有idea 沒有 就是 還要想嗎 還要想嗎 好沒關係啦 就大家再做一下好不好 好啦那今天上到這裡有沒有問題啊 好 我們這個 這個我是非常建議大家就是 做一些小實驗啦 就是回去的時候 就是故意調一些超探數啊 了解一下那個超探數的range 大概有多窄 只要那個多窄的意思就是 我只要隨便調下來它就爆了 訓練就練不好 而以前我們訓練這很簡單的事喔 現在你會發現訓練這超難的 那這樣你到下一節課的時候會比較idea 好不好 好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啦 應該沒有問題吧 應該是問不出問題啦 我想不是沒有問題 好那我們就上到這裡